1988年,电影明星里连结做客香港TVB节目, 梅飞色舞的介绍,自己曾经亲眼看过七公师穿枪而过, 而且用七公波打翻了五米远的大门。 1989年,著名诗人孩子在自杀的遗书里给家人写道, 如若我突然死亡,一定要找长远报仇, 但首先必须要学好七公。 而中国摇滚教父崔健,也曾经被南方周末记者追问, 摇滚乐演唱会和七公大师的代工报告到底有什么区别。 8964之后,赵紫阳被软禁在北京四合院整整16年, 直至去世,而这一期间探访了赵紫阳上百次, 陪他聊天并且整理成书的宗凤鸣, 就是赵紫阳的七公治疗师。 上世纪末的中国,几乎一切都和神秘的七公有关,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但转眼几十年过去,在一切都被审查的中国, 大师们的名字和事迹被共产党一遍一遍的试图抹灭, 这段持续了整整20年的超自然时代, 在如今共和国的土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为了不让历史在我眼前消逝, 过去两个月,身为世界第一大闲人的我, 翻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七公点击以及相关资料。 从今天开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世纪末七公师的故事, 让我们看看到底哪位神仙才是中国最强大法师。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 80年代初这段期间所搞的那些特异功能, 主要还停留在小学生阶段, 这些超能儿童无非是搞一搞小动作, 装作耳朵能够认字,非常出级。 小孩毕竟是小孩, 玩点手段呢, 成年人一眼就能看破, 搞不出什么大波浪。 但是, 在这一群超能儿童之间, 其实有一个没情目秀的青年人夹杂其中, 他就是来自辽宁本系的矿工张宝胜。 张宝胜自称也有鼻子认字的特异功能, 他在工作的矿场被大家发现有这个特异功能之后, 就一路给本系市领导表演, 给辽宁省领导表演。 最后, 在辽宁中医学院的安排下, 1981年11月27日, 张宝胜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表演上, 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贵人, 张振嬛将军。 张振嬛将军也是老革命了, 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早在1961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一直主管国防领域工作。 6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里, 张振嬛将军也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在此期间, 他和另一个气功疯子钱学森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两人曾经有过多次合作, 直到1982年,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成立, 张振嬛将军担任科委主任, 而他的副手还是钱学森。 说到张宝胜在北京表演了特异功能之后, 现场观众张振嬛将军当时就大吃一惊, 并且开始坚信, 人体特异功能有重大研究价值。 两年后, 1983年, 张振嬛将军就把张宝胜调到了自己科委下属的507研究所, 试图想要通过研究张宝胜来挖掘特异功能的军事国防价值。 从此, 张宝胜, 一个辽宁本系的落魄工人穿上了军装, 来到了北京, 光荣地成了党国的实验对象。 而在507所的日子, 除了参与科研工作之外, 张宝胜就成了张振嬛将军的小宝贝。 之所以叫小宝贝, 是因为我回顾历史, 发现张宝胜就像是一个收藏品一样。 张振嬛将军不但对张宝胜恋爱有加, 还总是试图找一切机会让他为高层领导表演, 有点显摆收藏品的意思。 也拜将军所赐, 亲眼见过张宝胜发工的观众, 星光璀璨, 全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人物, 包括开国将帅叶剑英王震, 作家琼瑶金庸, 文艺明星齐琴林青霞谭永林, 商界富豪李嘉诚等等等等, 甚至是国务院副总理博一波, 为张宝胜提词, 感谢张宝胜大师给他开了眼界。 张宝胜可以说刚一出道就走上了巅峰, 他不但成了上流社会的宠儿, 也成了这20年气功浪潮里毫无疑问的第一个超级明星。 据不少相关人士回忆, 张宝胜当初在北京有国宝的美称, 享受中央领导干部待遇, 不但有好吃好喝, 有专人保护, 有专人服务, 甚至出门都有警车接送, 想要看他表演还需要经特殊批准。 那国宝张宝胜到底有什么特异功能呢? 其实刚刚说了, 最开始他就是跟小孩学学鼻子认字, 后来随之在507所的被研究, 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包括徒手把勺子拧弯, 徒手把衣服点燃, 把撕碎的名片复原, 药瓶不开盖就能把药片晃出来, 再加上时不时的他能用手电人一下子, 太废了, 就算这些都是真的, 未免也太没有实用价值了, 你说这有啥用, 这还不如耳朵听字呢? 其实咱们现代人一看, 这都是街头魔术, 还都是那种特别初级, 特别土味的那种, 实际上张宝胜表演起来, 看起来也确实像魔术, 这里有一个录像, 是张宝胜在表演徒手把衣服点燃, 你看张宝胜大师, 这用衣服把手藏起来的动作, 你看看, 多像魔术师啊, 这其实是一段94年张宝胜功成名就, 衣景还乡的视频了, 但是你看, 张宝胜的很多手法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智能, 破绽百出, 稍微了解一点魔术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有问题的呀, 没劲啊, 没劲, 就张宝胜这些所谓的特异功能啊, 我感觉起码有一半我也能来, 但上世纪80年代, 电视在中国都没有普及, 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魔术这个东西, 再加上张宝胜有媒体, 科学家, 中央领导的背书, 那大家就相信, 他就是有这么强大的特异功能, 但也很显然啊, 仅靠这一些小本领, 张宝胜是没有办法变成当初中国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的, 很多气功明星啊, 之所以能够让全国人民疯狂, 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实际的现场表演有多神, 而是媒体文艺作品把它吹的有多神, 毕竟大多数民众是看不到大师本人亲自表演的呀, 而把张宝胜吹成神仙的文艺作品可太多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叫《超人张宝胜的奇书》, 这本书以张辉体小说的形式, 讲述了张宝胜大师的一生, 还由时任辽宁省副省长林生亲自作序, 而在这本书里, 张宝胜的能力可就远远不只是魔术戏法那么简单了, 书中说, 1981年, 张宝胜还在辽宁中医学院被研究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超强的意念一物能力, 张宝胜晚上做梦时就会不知不觉的发工, 他想要什么身边就会出来什么, 比如香肠, 烤鸡, 猪蹄, 甚至是茶杯茶碗这一类的, 刷刷刷的就往张宝胜的房间里飞呀, 而张宝胜能发工取来的东西可不只是这些日常物品, 最夸张的是, 睡觉的张宝胜有时候突然伸开双手一抱, 手里就会出现一捆人民币, 等身边人走过去张宝胜再一抱, 这钱就消失了, 问他这些钱是哪来的, 张宝胜就说, 是因为白天看到银行保险柜里有成捆的人民币, 他试了试就用意念把钱挪到怀里了, 然后又用意念把钱给送回去了, 这可吹得太厉害了, 那难怪张宝胜需要有警车护驾了, 如此强大的特异功能要是落入不法分子手里,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 很显然, 如此强大的特异功能根本就是小说作者文思飞扬的艺术创作, 现实世界中的张宝胜是绝对表演不出如此强大的能力的, 但是就架不住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就是靠这些小说认识张宝胜的, 在十年文革刚结束, 知识评级的八十年代, 不说人就信以为真, 以为领导明星们追捧的这个张宝胜, 就是书中描绘的这个, 长了一双透视眼能够隔空取物, 还能够预知唐山大地震无所不能的中国超人, 只可惜, 现实世界的张宝胜注定是活不了多久的, 毕竟他只是一个别角魔术师, 要不是有张正环将军护着, 张宝胜简直可以说是见光就死呀, 其实早在91年, 北京的一次慈善表演中, 观众里有很多见过世面的香港影视人, 看了张宝胜的表演都挺不以为然, 甚至香港著名喜剧演员许冠文就曾经直言不讳的说, 中国人好可怜, 这样一个九流模式师在我们面前弄几下手脚, 就被称为国宝, 最可悲的是竟然由国家保护供养, 这岂不是既可怜又混账? 即便如此, 在中国大陆, 由于一众中共高官的加持保护, 当时张宝胜的名声没有半点受损, 直到四年后的1995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作修发表了一篇 您叫《超人张宝胜走卖城》的文章, 详细介绍了张宝胜气功表演露出马脚的丑态, 才算是正式宣判了张宝胜明星之路的死刑, 从此, 超人张宝胜陨落人间, 但大概是因为他有老领导的保护, 他也混了一个比较清静的晚年, 直到2018年因心脏病去世, 终年60岁, 不少中国人一说起气功热, 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张宝胜, 很多人会说他是一个超级大骗子, 对他深恶痛绝, 但其实要说社会危害性, 张宝胜可能是气功大师里最低的一个, 毕竟人家只为上流社会表演, 你们老百姓想被骗还没机会呢, 而对我来说, 张宝胜可能是整个气功浪潮20年里, 我最偏爱的一位气功师, 主要是因为张宝胜的一生其实充满了悲情, 张宝胜其实本不是东北人, 他出生在1958年的南京一户姓沈的家族, 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 1958年正值大约近时代, 张宝胜的生父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 生活更是结局, 这样的情景下可以想象, 张宝胜的亲生父母其实根本就养不过这七个孩子, 于是沈家就在小张宝胜还没有满月的时候, 把他送给了一个长春信阳的家庭, 但是这个信阳的家庭不久后也发现自己也养不了这个孩子, 小张宝胜又被送给了上海的姓郑的家庭, 可上海姓郑的这家人发现, 这个小宝宝有点古怪, 像是有什么先天疾病, 于是一把孩子送给了广州姓刘的亲戚, 然后又被送回了上海姓郑的, 又被送回了长春信阳的, 长春信阳的又终于把张宝胜送到了自己的亲戚, 辽宁本系的张家, 直到这里, 小张宝胜才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也有了这个姓张的名字, 说他一出生就是没人要的孩子, 一点都不过分啊, 但是在那个饥荒年代, 无家可归的张宝胜其实也不是孤立, 我自己家的长辈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那个时代因为营养不良, 就暴毙了中国宝宝数不胜数, 张宝胜还可能是幸运的, 毕竟真的活下来了呀, 张宝胜不但在饥荒中存活了下来, 而且他的特异功能恰恰也来自饥荒, 根据超人张宝胜这本奇书的介绍, 张宝胜长在吃不上饭的60年代, 全家早上只能喝一些西粥, 中午没有饭吃, 要等到晚上才能吃一顿干饭, 孩子饿得不行, 好在张宝胜的养母买了一些饼干, 希望能给孩子补充一些营养, 1961年大饥荒时期的饼干, 价值堪比黄金呢, 养母平时给孩子吃一点点饼干, 然后就把饼干锁在柜子里, 而饥饿的小张宝胜虽然刚刚三岁, 但是已经开始第一次展现自己的特异功能, 他把柜子里上了锁的饼干, 用意念挪到了自己的手里, 吃了, 每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 美国超人是克星人在堪萨斯, 养父母对他关爱有加, 让他对人类充满了感情, 决定要保护地球, 而我们中国超人张宝胜是南京人在本席, 在大饥荒年间因为饥饿, 本能学会了用特异功能偷吃饼干, 所以张宝胜可能严格意义上说也不算气功师, 他的特异功能是天生的, 饿出来的, 但即便身怀绝技, 其实张宝胜在张家的生活并不愉快, 因为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其实就是小偷小摸呀, 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 在小张宝胜的成长过程中, 张家有多次想把他再转送给别人, 但好在当时家里张宝胜的姥姥坚决地保护着张宝胜, 姥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的关爱过少年张宝胜的人, 姥姥坚信小张宝胜和别人不同, 将来准会有大出息, 但很可惜, 在张宝胜十几岁时姥姥就病逝了, 而姥姥留下的遗嘱还是, 你们不要小看圣子这孩子, 一定不要亏待他, 但是张家并没有听姥姥的话, 在张宝胜大约十九岁时, 文革休暇结束, 张家就在搬家的过程中, 顺便把张宝胜遗弃在了本系的一个铅矿场, 从此张宝胜真的成了没有家的孩子, 过上了孤身一人的矿工生活, 据说那时候, 张宝胜隔几天就会去姥姥的坟上看看, 被人欺负艾拉达, 就会跑到姥姥的坟地大哭, 缺少关爱无家可贵的少年生活, 让小张宝胜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早在十几岁时, 他又曾经囤一把安眠药, 在除夕夜一把吞下, 试图自杀, 所幸的是, 在命运面前, 张宝胜大概算是幸运的, 在困症无助的矿工生活里挣扎了没几年, 他又遇上了自己的贵人, 张振嬛将军, 抛弃特异功能这个弥天大谎不谈, 就张宝胜的身世确实是够苦的, 而这样悲剧的成长经历, 导致了成年之后的张宝胜有一点独特, 我看了很多亲历者对张宝胜的描述和一些视频, 往往见过张宝胜的人都会说, 他的行为似乎有些怪单, 作为一个超级大明星, 张宝胜本人似乎不善言辞, 话非常少, 但一开口, 往往很有攻击性, 总是喜欢威胁别人, 比如著名作家琼瑶, 在见张宝胜的时候, 就发现, 张宝胜和客人吃饭的时候会威胁客人要快吃饭, 把饭吃完, 你要不吃, 我就把全桌菜都变到你肚子里去, 再比如, 张宝胜曾经是中央电视台春晚, 连续八年的嘉宾观众, 甚至还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 而之所以他能够一直成为春晚的嘉宾观众, 就有传闻称, 央视认为如果不让他来, 他就会搞坏春晚的灯泡, 这让我多少有点怀疑, 张宝胜的心理健康可能是有问题的, 似乎张宝胜很享受用谎言操纵他人的感觉, 他对社交礼仪并不敏感, 言语间总是很有攻击性, 再联想到他从小就小偷小摸撒谎骗人, 年少时还因为用特异功能偷东西被拘留过, 再加上他所谓的用气功表演, 一上手就会把别人的衣服外套给烧坏, 把别人的手表砸坏, 他的所谓气功治病, 往往还会导致病人烧伤, 甚至留疤, 这让我觉得张宝胜不但心智不够成熟, 甚至有点像反社会人格, 他可能只是一个撒谎成性的恶童, 在大人物的权力裹挟下, 被伪装成了护风唤雨的超人, 我们再看一下1994年电视采访的这段视频, 记者问34岁的张宝胜, 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观众讲, 张宝胜和往常一样紧张地笑了笑, 说不出话, 直到记者小声地提醒他, 还才勉强说出一句拜年的话, 宝胜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祝北极父老乡亲们好。 跟小时候穿门拜年的我妈和我差不多。 好, 在我看来, 张宝胜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法力可言了, 他只是一个童年不幸的别角魔术师, 给一星同情分吧。 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深刻地感受到, 历史真的就在我眼前死去。 最好的例子, 就是中央电视台曾经为张宝胜拍过一个系列片, 也叫超人张宝胜, 剧情基本就是翻拍了刚刚说的那本小说, 据说呢, 主题曲还是李谷一唱的。 在互联网上能看到有不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也在寻找的这部电视剧, 但很可惜, 这部电视剧到现在看来, 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存在过的痕迹了。 而在多年来, 中共格外严厉的审查之下, 张宝胜相关的书籍影像资料更是罕见, 很多事实已经无法考证。 中国超人张宝胜, 来无影去无踪。 在我看来, 中共对七宫热20年的忌讳, 除了对法轮功的惧怕之外, 还有一个可能的动机, 就是整个七宫热20年的由来, 其实都和这个浑身式漏洞的破政治体制脱不了干系, 对七宫热历史的赶尽杀绝, 能够避免一些历史事实浮出水面, 避免影响中共的伪光症形象。 就拿张宝胜来说, 对他格外严厉的审查追杀, 也是因为他和太多中共高层元老有密切的相关联系。 这个辽宁本系的旷宫小伙子, 之所以能够一路平步青云, 变成80年代的七宫明星, 其实全靠张振嬛将军, 秦学森先生, 这些手握权力的七宫疯子。 他们身处中共体制内摸爬滚打数十年, 非常清楚这个体制的运行规则, 把权力很有艺术性的滥用到了极致, 最终编织出了整个光怪陆离的世纪末途径。 回到1981年, 张振嬛将军第一次遇见张宝胜, 见识过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之后, 他就口头许诺, 要把张宝胜带到北京工作, 他想要让张宝胜用自己的特异功能为国防效力, 但张振嬛将军没有杨超书记那么傻, 他知道当时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是不相信这些外门邪道的, 胡耀邦认为七宫特异功能都是封建迷信, 非常反对。 那么好, 来, 官场问答时间到, 如果你是张振嬛将军, 你觉得特异功能牛逼爆了, 你想把张宝胜调来部队接受研究, 可是这么惊实骇俗的举动, 你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组织的支持, 避免后顾之忧呢? 七宫疯子张振嬛将军给出的答案, 真是充满了大智慧。 就在第一次见过张宝胜几个月后, 1982年3月, 张振嬛将军就安排张宝胜在北京为领导们表演, 而现场观众之中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武少祖。 武少祖时任国防科委科技部二局副局长, 和张振嬛将军算是在一个单位, 但之所以说武少祖这个人物重要不在于他的关系儿,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 文革期间武少祖和胡耀邦曾经是五七干校的同班同学, 相处了两年多, 关系非常亲密, 亲密到武少祖亲手给胡耀邦扒了裤子打针的地步, 武少祖亲切的管胡耀邦, 叫自己的思想导师。 不出张振嬛将军所料, 武少祖现场看了张宝胜表演之后大吃一惊, 我靠,这个能拿诺本奖啊这个? 于是, 武少祖照着自己和胡耀邦的关系, 大笔一挥, 就给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谏言道, 我认为对待人体特异功能的问题不能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 而与此同时, 张振嬛将军也火力全开, 提笔给当时反对特异功能的科学家们以及人民日报写信, 希望能够为特异功能证明。 而张振嬛将军的信最后也被转交到了胡耀邦手里。 此月,1980年4月,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看完了这些信之后, 再次做出了批示, 胡耀邦说, 我主张守住两条线, 一,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 二, 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 呵呵, 白忙活了啊, 胡耀邦不为所动啊, 还是坚定的反对特异功能。 得知这一纪念的当天, 张振嬛将军所在的国防科委大院就被披上了一层衣埋, 据当事人称, 几个人当时就坐在办公室里沉寂了一下午, 面面相娶, 眼看天色届晚, 张振嬛将军突然打破沉默, 大喊, 人体特异功能是不是真的? 只要是真的, 是事实, 就什么都不要怕。 这一喊, 也打动了在场的秦军森, 秦军森先生临机一动, 大笔一挥, 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玉文, 写了那封著名的信, 哇, 秦军森, 以党性担保, 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封信辗转又到了胡耀邦手里, 我相信看到了这封信的胡耀邦应该是大为震惊的, 你们就非得搞这个是吧? 于是胡耀邦大约是出于对科学家的尊重, 终于做出了让步, 批示说, 不要宣传也不批评, 允许科学工作者继续研究探讨, 是吧, 你们爱搞就搞吧。 自此, 秦军森救济了一帮疯狂科学家, 开始对着七公科学大搞特搞, 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短短几天后, 七公疯子这一派趁热打铁再出一招, 把张宝胜安排到了北京叶府, 为开窝元帅叶剑英表演鼻子认字, 据传表演非常成功, 叶帅大喜金口一开, 说, 张宝胜与常人不一样, 对他的生活要安排好, 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什么, 开窝元帅叶剑英这一开口, 日后张宝胜调入部队享受国宝待遇, 就算是顺理成章了, 而之所以安排张宝胜去叶剑英府, 其实也是大有深意的, 叶剑英和胡耀邦是党内出了名的一对伯乐千里马, 两人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1964年, 在毛泽东发动的城乡智慧主义教育运动中, 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被批斗的几乎命都要没了, 也正是叶剑英亲自开砖机把胡耀邦救回了北京, 可以说叶剑英是胡耀邦的救命恩人, 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胡耀邦之所以能够顺利当上中央领导, 也是靠着叶剑英的竭力推荐, 你看看, 七公疯子们对主席胡耀邦的攻势有多强, 先搞定你的徒弟武哨祖, 现在再来搞定你的师父叶剑英, 难道你胡耀邦连救命恩人的话都不听了吗? 以后七公这事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按照中央数据处指示, 一个月后的1982年6月15日, 中宣部再次发出通知, 说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 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 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共中央对七公的三部政策, 不宣传, 不批评, 不争论, 表面上看似乎是不认可这些外门邪道, 但其实三条有两条是保护特异功能的, 自此这三部政策就为七公热的发展, 提供了近20年的政策庇护, 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 我都害怕, 张振环, 钱学森这两位卧龙凤厨, 其实在中共体系里面并没有什么实权, 但全靠他们对这个破政治体系以及官场规则的熟人, 短短两个月内, 愣是靠着层出不穷的计谋扭转乾坤, 在中共中央主席都明确反对特异功能的情况下, 活生生地给这个破反应打出了一片天敌, 一番折腾后, 1983年, 一无所知的张宝胜傻乎地跑来了北京, 穿上了军装, 加入到了武林齐所, 但很可惜, 别叫魔术师张宝胜只是会一点戏法, 并没有利用好沃龙凤厨所开创的这片天地, 所幸的是, 大约还是天意, 不久后, 张振嬛将军遇到了另一位热爱魔术的气功师, 而这位气功师, 才真的在8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掀起了气功巨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